哈喽大家好,我是直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不错的五位健身女YouTuber 首先是凯蒂瑜伽 订阅人数32万 她是来自台湾瑜伽YouTuber和两位孩子的妈妈 她的名言是瑜伽是生活,教学是创作的养分 经过她的经验分析 一般人会接触到瑜伽 多数是想改善肩颈痠痛 因为她也曾是过来人 在成为瑜伽老师之前 其实她是一名社内设计师 因为压力的关系导致肩颈很紧 画图画到腰酸 所以她做瑜伽老师的初衷是带给大家更多提升 生活质感的瑜伽影片 她的瑜伽训练时间由数分钟到一小时不等 可按功能性选择自己需要的 有的时候她也会邀请嘉宾一起做瑜伽 让身为初学者的他们也可以很快入门 她最著名的影片是12分钟肩颈放松 和25分钟坐置伸展告别酸痛紧绷 两部影片分别有意义观看次数 当她教学的时候会用温柔的语气 仔细地教大家每一个动作 无论是新手和有经验的人 也可以在家自学瑜伽拉筋和放松身心 接下来是Mayfit订阅人数42万 主要分享健身教学 健康减肥餐单等资讯 她是一位来自台湾健身YouTuber 影片教学大多数是在健身房完成 她的教学是以中训为主 除了运用健身器材之外 也会分享一些小贴士 在家里能轻松做的动作 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家运动自然成为大家的首选 她会教大家如何用水手可得的东西 来辅助训练 比如水壶和书包等等 她最著名的影片就是爆汗徒手 15分钟高强度全身居家运动 观看次数就有超过意义 贴心的她在教学的同时 会叮咛大家在运动时也要小心 还会和你加油打气 令人觉得就算累也会感受到被鼓励 然后坐下去 在台湾抗疫期间 她分享了四星期的运动计划 给大家可以在家运动健身 每天花30分钟练习 从手臂、臀部、腿到全身训练都有 而且是不用花钱买器材 令大家就算在家也能有到健身房训练的感觉 接着是周六也 周一 订阅人数104万 她是来自中国的健身YouTuber 而在美国是获得认证的私人健身教练 曾经的她因外貌身材而感到焦虑自卑 自从接触了健身之后 她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 所以就开启了想分享健身的好处给大家 她健身的影片主要是以美背、瘦手臂、练肌肉线条等等为教学 曾经身为上班族的她 也了解久坐足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的一些隐患 比如坐姿不正确、肩颈酸痛、腰椎键盘突出等问题 为了有很好的正确教学 她和专业人士合作 拍摄一些针对性的动作 让大家可以轻松学习然后改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她最著名的影片是 五分钟运动小蛮腰马甲线一星期见效 观看次数就有超过8.4亿 我觉得对她来说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她第一部上传的影片 也是最多的观看次数 这对她来说当初拍是健身教学影片 证明她的努力是有收获的 然后是Coffee零千鱼 订阅人数1.51亿 主要分享瑜伽和健身 让你可以在健身的同时放松肌肉和心灵得到很好的效果 她是为香港人 自从她离开TVB后 积极的在YouTube上分享不同的运动影片 从2015年7月开始 这频道经营也已经有6年了 她拍的教学影片是以广东话为主 她最著名的就是20分钟特强大腿超 影片观看次数就有超过10亿 她还很贴心的备注 在一定的时间做一定会见效 增加了大家对做运动的信心 她也贴心的为女生提供16分钟速缓精通的瑜伽 让女生在生理期间也可以做瑜伽 很多粉丝做了之后纷纷称赞都觉得很舒服 没那么痛了 今年5月她更新了三个健身的计划 分别为初学者 进阶班和自虐班 以短时间高效率为主题 一星期有两天的休息日 每天运动24到60分钟不等 让新手到有经验的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等级去做 值得一提的是 她已经是一位孩子的妈妈 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老公和孩子的生活 今年她也推出了自家的瑜伽品牌Coffee Sweat 凭借多年穿瑜伽服装的经验 设计出显瘦的瑜伽服装 深受不少粉丝的青睐来购买 最后是CoV-10 订阅人数21.9亿 她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健身YouTuber 主要分享锻炼教学 健康食品食谱等等 在2016年3月 她开始上传第一支影片 到现在影片的观看次数大多数都可以破译 可以看得出她的教学很深受大家的喜爱 别看她身材较小 她可是拥有人人羡慕的蜜桃屯和11字机 她最著名的影片是Apps Workup Get Dead 11 Lite Apps in 35 Days 影片观看的次数有68亿 这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然后我发现她破译的影片 大多数是训练腹肌的教学比较多 看来大家都很关注和想拥有一副好腹肌 其实我发现人通常肥的第一个部位就是肚子 而且也是蛮难瘦下来的 她通过教学证明就算是一般人也可以从啤酒肚编水蛇腰 她把自己作为招牌 只要跟着她做一定可以拥有理想的腹肌 当然自己也是要努力加上坚持下去 才会有收获看到效果 以上就是五位健身和瑜伽YouTuber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健身YouTuber又是谁呢? 可以在评论区跟直男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